但是这棵子藤花呢 今年的4月初的时候开了一季 现在又开始开花了 所以这个子藤花去年也开了两季 去年7月份也开了一次花 好像是7月20号左右吧 现在花开的还蛮漂亮的 还有这边呢 很多的花蕾 也出了也快开了 还有上面那些 嫩芝上面嫩芽上面 多很多花蕾的 那就要熟开了 子藤花在条件适合的时候呢 一年是可以开两季的 开花它必须有一个养分的保证 淋肥跟甲肥是最基本的吧 我种的这棵子藤花呢 是种在我自己家门口院子里 这棵子藤花种了有三年了 种下去的时候 大概是直径有十十公分左右吧 这是春天开花集的果子 这里呢就是种子藤花的地方 种在一个石墙的下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直径 有差不多四米高 一直穿过这个草棚 然后在上面发的牙 现在看到是枝繁叶茂了 当初种下去的时候就是那一根棺杆司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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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